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,俄罗斯总统扶普京日前表示,随着叶利亚的局势去稳定,俄罗斯将逐步从叶利亚撤出军队和一些武器, 而过去几年俄罗斯军队在叶利亚获得的经验,将会被那些投身军队的年轻人得到充分利用,在过去几天里,有13架飞机,14架直升机和1140名人员已经从叶利亚撤离,他们都是有经验的人,通过战斗通过了考验,你和你的同伴都将充分利用这一经验, 在俄罗斯领土上训练作战人员,完成最困难的非标准任务,普京6月27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军事大学毕业生大会上说,这一进程正在进行,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诺增加军人的货币津贴,并解决一些社会问题, 他表示,国家将来军人,军官及其家属指定一套社会保障制度,他补充称,自2018年1月1日起,政府已制定了货币补贴的指数化标准,俄罗斯总统普京说, 俄罗斯武装部队将在不久的将来获得先锋-26Avanguard战略导弹系统,而新的萨尔玛特-28重型洲际战略导弹,将在一年内投入现役,根据俄罗斯国防工业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, 前苏联制造的-18位约称,SS19中际弹道导弹,将成为俄罗斯最先进的先锋,超音速战略导弹的首批蔡奇,这种超音速战略导弹,专门用来突破美国的反导系统,实施打击。 消息人士称,在21世纪初,乌克兰为天然气债务,向俄罗斯交付了约30枚SS19中际弹道导弹,该导弹的起飞重量约为100吨,重量约为4.5吨,射程1万公里,在苏联解体之后,它们被置于仓库里,但实际上是全新的,有能力服役数十年,这些导弹将成为第一批先锋超音速导弹的载体。 Avangard超音速导弹消息人士补充说,随着重型28参尔马特洲际战略导弹的服役,这些Avangard超音速导弹将安装在零下28上。 普京骄傲地说,许多俄罗斯制造的武器,比国外的要早几年,甚至几十年。 正如您所知道的,最新的匕首高超音速空射导弹,已经在南部京区完成了试验阶段。 俄罗斯陆军将在不久的将来接收Avangard和萨尔马特洲际导弹系统,这只是现代军备的一部分,将一几何级数增加俄罗斯军队的能力。 根据普京的说法,俄罗斯的军设力量,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。 28参尔马特洲际战略导弹6年前,现代武器和装备,在俄罗斯陆军和海军中的占比不超过16%,今天这个数字接近60%, 而加快的速率应该能让我们在2021年实现现代化装备,占比70%的计划。 俄罗斯陆军强调说,正在必须注明出处,不择追究法律。